好,各位老师好,我是单凤高中的张峰慈老师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教案 那我这份教案呢,主要呢是聚焦在就是口语传播、沟通表达两大目标 我是希望能够带领学生结合读者剧场的Podcast节目 那我中间呢会跨越结合心理辅导的知识 以国文课的这个课本与辅作为延伸 然后致这个日常生活的情境 那我的设计里面的发想呢 主要是从附体这个文本的对话形式 联想到就是现代的这个Podcast传播工具啊 其实很喜欢用访谈对话作为节目的形式 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就是从对话这个角度来设计这个教案 那我课程就四大主题 第一个呢就是先带领学生去体会什么是对话 第二个呢是一样是用在上一节上一个发表老师所使用的冰山理论 然后希望可以更带领学生就是新编出一个就是更深入的对话 那第三个呢就希望学生可以用声音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这个余辅的文本 然后变成就是一个读者剧场 那最后呢那个Podcast的节目啊是要结合这个读者剧场 并且发想一个这个访谈节目 然后做成一个Podcast的节目 那我的教材呢除了余辅之外 那余辅在龙腾版是高三 那我会结合高二所学的赤壁辅 再来我课程实施时间呢 就是在国文课必修课里面已经完成了余辅的课文教学 那这个教案呢最主要都是在这个弹性时间 然后每周两节课一周这个两节课 然后共四周共八节的时间来完成 那我的学生呢分两个学生两个学群 一个是社会组的那一个是自然组的这样子 那社会组的学生他其实走向是那个商管裁军学群 那学生毕业之后也只有少数个位数选择文史者学群 所以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属于就是希望可以应用古文的知识啊 然后在日常生活情境里面的属性这样子 好那我先进入第一周 第一周呢我主要就是希望让学生去比较文本 然后去体察对话的意义 好那在第一周里面呢 我先会分析赤壁辅与辅两本两个附体文章 然后呢再进一步呢去了解附体的对话功用 然后第三个是深入探讨于辅所要呈现的自我价值 那最后呢是想要让学生改编或是续编于辅的对话 希望让对话可以更细腻一点 好那一开始呢我会先用提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 就是唤起赤壁辅的旧经验这样子 那我会借由事实性跟概念性问题的提问 那问学生说赤壁辅里面的动销课跟主人分别看到什么物 什么景物 那他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对自我有什么样的概念 那在语辅因为是本学期所学到的课文 所以他们比较熟 我也会简单的提问 就是唤起他们的课文的主要的内容 那最主要呢是透过这个课文啊的提问呢 来让他们做一个下一个活动 就是希望同学们可以用文式图来表达主课问答的一个内容 那文式图就是用一个集合图的一个形式啊 就是形式来表现他们两个的关系这样子 那动销课呢他在提出了他的疑问 那主人他回应了什么 那中间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交集的一个看法 想法或是观点呢 那于辅这一课也是一样 同样用文式图来呈现于辅跟屈原之间的对话 那我学生啊最后在课堂中讨论的结果是 在赤壁赋里面呢 他们分析出动销课呢 他羡慕长江跟明月的无尽嘛 感叹自己没有办法像这个曹操一样建立工业 而苏氏就回应说 那这其实以本体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自我啊跟明月跟长江一样都是无穷无尽的啊 那至于建立工业这个部分呢 我们只能尽其在我啊 就是把握所能把握的嘛 那至于无法把握的 我们只能就是释怀啊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上面要实现自我的价值 那于辅呢是在 呃这个提出就是说 哎圣人啊是会与世推移的 而屈原呢他是宁死不屈宁父相留这样 他们两个双方各持自己的意见 而中间还是有交集的 而这交集呢是他们对世俗的看法 对屈原竭尽人格的这个同意 好那我想进一步再问学生啊 那他重叠的部分 呃是不是对话里面的核心议题哦 好那从赤壁父里面所看到啊 就是赤壁父比较能够回应 就是主客双方的一个深层的一个扣问 就提问这样子 那于辅呢他比较没有针对就是双方 他们的一个讨论的议题 有一个呃呃有一个共同的解答 或是共识 那呃这个呃对焦的部分 并不是在他们的问题核心这样子 那进一步呢就想要呃问一下学生啊 就是说赤壁父其实是一个呃 对话是走进趋近的路线 而于辅呢是没有趋近的路线 没有共识 难道这个于辅是一个没有效果的对话吗 是没有用的对话吗 赤壁父才是有用的对话吗 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于辅我虽然说各自表述之后没有共识 但是他们彼此互相尊重 那呃屈原也就是表达了他的想法 于辅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呃观点这样 但是不代表说没有共识就是不是好的对话 这样子好所以呢 啊那既然这个对话他呃这个后来没有结果 那可是这个对话过程本身这个形式啊 对创作者本身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这也是让我进一步就是想要再去理解的 那我也就是让学生去理解说 诶父呢他作为一个这个运文啊 那他除了像呃书可以抒发自己的心情以外呢 像流血也曾经提到了 父呢是体悟写字 体察事物 书写情志 书写个人的想法 所以除了在书情外 书发情感以外 那个嗯 父呢他可以呃多了他多了更多的一个思辨 或是厘清自己想法的一个作用 好那这个呢也让我联想到就是呃在现代的一个理论里面 不管是社会理论或者是文艺的理论 其实都有对话理论 而这对话理论呢对自我来说可以形塑主体 对他者来说可以尊重差异 感受他人同理他人 对社会来说哎他可以达成共识 那接着呢我就用学习担任方式呢 让学生来理解哦 那赤壁父跟书写啊 那他们分别达成了什么样的对话的功用和意义 那学生当然就可以马上勾出来说 哎呀赤壁父就是每一个都打勾了 不仅做到了沟通互动 也有形成共识 有促成行动 好那书写呢他的对话 哎他就只有做到一半 有讯息召唤尊重差异 可是他没有最后的形成共识跟促成行动 所以接着就要继续问学生 那屈原想要透过这样子的附题文章 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主体 想要抒发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所以接着呢我就会进行下一个活动 就是提问一个辩论性的问题 然后用四角辩论的方式来做探讨 然后探讨就是课文的核心问题 这个辩题呢是与世推移的做法一定会玷污屈原的人格 那分为四个立场 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跟不同意 那讨论的结果呢 哎我的学生啊就是有一半呢 都是赞成不同意跟非常不同意 少数同学是同意 没有人是站在非常同意 那这个结果是很有趣 既然不同意就是与世推移会玷污人格的话 那么屈原最后选择训生 那似乎学生也不太能够认同屈原 那对于屈原这个文本所要体现的价值啊 似乎也不是很能够精确的去掌握他 所以接着呢 我还是我会让学生去分享他的理由 那在非常不同意的这个地方呢 学生就提出来说 圣人啊表面上是附和的 但是啊本质不变 顺应世俗呢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初心是不变的 好那同意的这一方呢 同学很有趣哦 同学就说哎呀顺应世俗啊 不会玷污自己 但是有一定程度的心理不舒服啦 所以认为不同意 但不至于非常不同意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则提出了 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而让步 但有些人为了与世推移 表面与世推移 但实际上是为非作呆的 所以部分不同意 部分同意 所以到这边老师会觉得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学生其实有时候是立场不坚定的 那如果说圣人与世推移 那背后是为非作呆 那么他就是站在 同意 就是 那他就是会认为就是与世推移 会玷污趋远的人格嘛 那所以在这部分呢 就觉得说 哎学生真的很需要训练 口语表达哎 这样子 好那在同意再放 我觉得很有启发性 第一个呢 学生说啊 人是不可以出于 人是不可能出于你而不然的 那第二个呢 是儒家的圣人是己欲利而利人 所以不会与世推移 到这边呢 同学们就提出疑问啊 老师 那个道家的圣人会与世推移 所以像屈原是儒家的圣人 所以他不会与世推移咯 这样子 那如果圣人就是会出于你而不然的话 那么圣人还是圣人吗 这样子 所以就是 我觉得在同学的这个分享理由之后 哎有很多可以去挖掘的 那另外一个是同学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呢 就提出了一个 结合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子呢 他就说 哎 如果 这个 就像是 霸凌事件的旁观者啊 就算我没有参与霸凌 我既不顺从 就是霸凌的那一方 那我也不会去同情或关怀 那个被霸凌的同学这样子 我两方都不得罪 这样子 那我也是与世推移啊 那可是 我这样的做法 其实也是会造成就是被霸凌的发生啊 因为我完全没有去就是 就是改变这个霸凌的行为这样子 好 所以我觉得到这边呢 我就觉得说 是同学们讨论其实蛮有趣的 然后也蛮深 霸人深信的 那接着呢 我就说是的 就是屈原啊 他的坚持其实是有其必要性的哦 好那 那到底我们该坚持什么 不该坚持什么 那就像是 不同意的那一方啊 同学就说 就是圣人他的初心是不变的 他的做法 他虽然是负荷 但是他的做法是有所弹性变化的这样子 所以说 理念是要坚持的 好那 呃 做法是可以弹性 可是在这个做法里面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如果我做的不好 是不是也就会像这个 不同意的 呃 就是同意的那一方 同学所提出来的 就是呃 我我两方都霸凌事件里面 我两方都不得罪 那可是我还是助长了霸凌的发生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做 这是同学们 就是呃 必须要再去去去深入理解的 就是怎么做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好那呃 不过我觉得呢 就是在这个理念的坚持下 就是有些价值观 是必须要坚持的 而你的做法呢 如果会违背你的理念的话 那你的做法就必须要有所调整嘛 好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屈原 那对屈原来说 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那学生就会回答说 哎呀 国家啊 国家受难啊 国家灭亡啊 人民受苦受难啊 呃 还有自己的人格啊 解操很重要 可是讲到这边 老师其实很惶恐哦 就是说啊 那这些东西比生命还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 呃 我们就会 所以我们认同屈原 最后这个激烈的手段 我们是认同他的这个做法 或者说一定要用这个做法来解决吗 其实在这边呢 我觉得还是要踩住一个前提 就是与世推移的做法 呃 不管是不是会玷污人格 其实都跟后面他这个激烈的行为 是没有相关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踩住这个前提 那最重要的是说 屈原啊 它这个故事 它是成为一个符号和象征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屈原的故事里面 我们呃 体悟到了跟自己有关系的 或是有共鸣共感的 呃呃 就是屈原不断的在各个朝代里面被传送嘛 那呃 在中国的后代成为 就像是成为一个不断被汲取的犬 不同的读者拿着不同的杯子盛装 然后因自己的际遇感触 从中引出不同的味道 所以就是说呃 屈原对学生以及对我们现代的意义呢 那呃 就是我们在呃 屈原所坚持的那个理念之下 那我们把它抽换成是我们自己认同的一个价值观 我们必须坚持捍卫的 那如果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一些冲突 我们遇到了不被人 世人理解 不被认同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去做 我们要执着还是不执着 不执着这样子 那到这边呢 学生因为刚好也是学测前嘛 学生其实非常的焦虑 加上老师又给他做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 哈 学生很焦虑 那呃 当然就是学生最焦虑还是关于成绩啦 那我也是安慰他说啊 其实在呃 准备这个追逐理想的过程 或追逐这个呃 学测的理想成绩的过程中啊 其实我们最重要要坚持的是 我们自己的一个努力过程 我们对自我的价值这样子 呃 就是在这个努力背后你付出 你是否真心付出 而至于成绩 这个是有时候不能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 这样哈 所以就是在这边啊 我会在这边跟学生做一个理清 那接下来就是呃 还有就是讨论之后 还有学生在过程中 不太懂了如到圣人啊 呃的观点 那我也是有用呃 如到圣人的这个文具去引导学生 那老师们可以参考讲义的49页 这边不做赘述 好 那呃刚刚同学们也是有提到说 啊那儒家圣人是不是不会与世推移啊 但是我们来呃看一下孟子所提到啦 儒家的圣人有四种圣人 那呃有圣之亲者 圣之认者 圣之合者 圣之使者 我们的圈圣就比较像是博弈 圣之亲者啊 清高者 呃不是明君他就不会侍奉啊 不是理想的人民他就不会呃 这个使唤这样子 那呃呃 圈圣就比较像他 那可是其他圣人 并不是每一个都像呃这个呃 圣之亲者这样 在孟子有提到啊 就是呃就是所有的圣人里面 最好的圣人就像是孔子 他是极大成者 他是一个合乎实义的人这样子 他可以是则是 可以指则指 好 那他会随着呃 适合的情境 然后去呃 呃做出呃相对应的一个行为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也是在做一个厘清 好 好 那最后我想引导学生做一个呃 领会呢 就是说不管是哪一家的圣人 他们终极关怀 都是希望社会会更好 而感觉到社会更好的 或是人民更好的同时 他在付出自己 他也感觉到自我的价值 同时也感觉到满足 所以如果时间有够呃 足够的话 其实可以让学生来谢谢这个问题啊 呃同学们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幸福 好 那这一周的表现任务呢 我是希望学生可以 呃继续写 与辅的对话 希望可以把那个呃 屈原的关怀啊 或者是他所在意的事情 或是与辅的价值观 可以写的更详细一点 那后来写完之后呢 我发现啊 我学生也不是写的不好 可是就很像是 呃很详细人的翻译 写的很好的翻译而已这样子 所以就促使我呢 在第二周在呃 在设计一些教学活动 让这个呃 对话可以写的更好 所以我这时候就引用了这个呃 萨提尔的冰山理论 然后试着呃 描写人物的心理这样 所以呃 这个教学步骤呢 除了就介绍萨提尔冰山理论 最重要在这一周里面 是希望用萨提尔的一个方式 呃 借用萨提尔的一个呃 模式 然后去提问 不同层次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希望可以把对话写得更深入 那呃 因为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萨提尔哦 那我觉得萨提尔 他是一个呃 心理治疗学家 学家 那他呃 比较强调是一个自我剖析 呃 自我揭露的一个 心理治疗方式 那一个人啊 必须要深层的理解 个人 那才有办法去呃成长 然后进一步去理解 同理他人这样子 而这个个人的这个内在心理 其实跟 童年呃 环境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课程的操作之中 我没有办法做得非常详细 但是就是呃 就是让学生去体会说 其实啊 这个一个人的行为啊 就像是冰山 这个水面上的冰山 只看到的是一个行为 或是可以看见的东西 可是冰山下有很多很多的内在心理是看不到 而这个东西是需要再做深入的理解的 好 那我一开始会先用一个事件为遇啊 为比喻 比如说男朋友对女朋友说 哎呀 你好胖哦 然后这时候女朋友听了好几次之后呢 就生气了 然后生气之后就大吵一架 然后女友都斥责男友说 哎呀你自己嫌我胖 你是男权中心的思维啊 你有性别刻板印象这样子 那就是女友这样子的一个应对姿态 还有在五种模型里面呢 她是她可以对应说 哎她是指责型 指责就是斥责男友嘛 那也可以说是超理智行 因为她开始讲道理这样子 那可是在冰山之下呢 其实还有一些心理的感受啊 观点期待是 不是表面上所看到那样 就以感受来说 女友看起来很生气 可是女友其实对这样子的生气行为 她真的觉得是理所当然吗 她未必是哦 因为她可能会觉得说 啊我怎么可以用这么凶的口吻 去面对我心爱的男友 这样她可能会懊悔 好那在观点上面 可能觉得男友是错的 在期待方面呢 她其实这样的生气 只不过是想要表达 你不应该这样说我 我希望你可以欣赏我的美 这样子 好那再深层 更深层一点呢 是其实是普世的价值 就是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一个渴望 这个渴望呢 就是我们都希望被爱 被关注 我们都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样子 而这个自我呢 也就是我们内在的核心本质 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被肯定的这样 好那接着呢 我会让学生来分析 就是屈原跟渔幅在文本里面 所在文字上表层所看到的 他的行为 他如果用这个呃 冰山理论去分析 分析行为事件跟应对姿态的项目的话 应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 那在屈原部分呢 学生大概是比较一致性的 就可以提出说 屈原提出不能够弄脏自己的身体 他是斥责 或是比较凶的口吻 比较激动的口吻 去面对渔幅这样子 那另外呢 就是渔幅的态度 那渔幅呢 学生就有不同的答案 学生就说 他以圣人的行为和苍狼哥来回应渔幅 比较像超理智行 他会用这个圣人的行为 讲道理 这样子回应 这个屈原 那另外一方面有学生说 其实渔幅也蛮一致性的沟通 就是比较成熟的沟通方式 就是他看起来很轻松啊 他讲了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不会去干预对方 他会尊重对方这样子 那分析完之后呢 尽管同学不一样答案 但是只要他们能够 在引用文本上面可以说得通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接下来呢 还有很多就是文本里面 没有办法直接分析出来 我就需要学生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了解 屈原的生平啊 或是了解更多就是 屈原的一些想法的一些部分啊 那我觉得就是 就用设计提问的方式 让学生去假设角色 然后试着回答 这样子去做一个同情 同情角色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然后去把它传达出来 那首先我会让学生做感受 还有观点 还有期待三个项目 那这个感受部分呢 希望学生去提问 屈原跟渔腐的感受 那观点的部分呢 就是角色对或是人物对 认知事件外在世界的看法 这样子 那我会提供学生一些问句 因为其实学生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和障碍 就是他们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提问 更何况是提出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 所以我会给他们一些音价 那期待的时候 期待的部分也是 自己对他的期待或他人对自己的期待 好 那也是提通他们问句这样子 那在这一周里面呢 发现学生表现呢 就比较好一点了 比如说 呃 呃 于甫去问屈原说 呃 死亡对我来讲是个消极的行为 那么死亡对你来说有什么样意义呢 那我们看学生的回答 学生之前的回答是 呃 像翻译一样 可是现在学生的回答呢 是我认为我利用自己的事来唤醒事了 并且成就自己的价值观 俗话说 杀身成人 头江更是我最后的尊严 那提问渔甫的部分呢 就是呃 学生也做的比先前好很多 你好像不能够理解我的想法 你是觉得我执着很没有必要呢 好 那学生假设渔甫的回答 他就会引用呃 这个老子的的呃 呃文具 然后呃 就是提出以楼课纲 呃一个的内容这样子 好 那我觉得就是呃 表现的比前一周好很多 而且也很深入这样子 那但是这个过程中啊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老师一定要在台下 就是一直去跟同学们讨论 那再来第三周呢 我希望可以做到就是呃 学生编写完对话了 那他可以用声音的表呃表达方式 然后来呈现呃对话的内容 那这个对话内容 我也希望就是有点呃是像这个读者剧场的方式 那把它读剧出来这样子 那呃 所以在这一周里面哦 我会分两个步骤 一个是从故事文本到剧本的改线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是读者剧场的声音体验 好 那一开始呢 我会先让学同学去认识 什么是读者剧场 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影片 2019年的3月 我们就对外宣布了 七大跟学习与推广有关的这个计划 那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叫做剧场艺术体験教育 那我们其中一位顾问 他就建议我们说 其实在法国 他们在学校里面有推动这个独剧这件事情 那已经成为一个系统 那我们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把它引进来 第一年的时候就是2020年的春季 我们总共开设了12个礼拜 每一次就是用两小时来做这个读剧的东西 所以读剧到现在呢 我们等于是已经执行了五个学期 然后他总共做了30班 大概1000名学生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读剧课程 太好了 是什么糟糕 有国付 不ят 会倒在国中面前起初国主操生 为什么怎么样都睡比较好 那我们再对于国中跟高中的部分 好 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先看个片段 那这个片 这个影片的主要的内容呢 目的呢 就是希望 让学生了解什么是读者剧场 那读者剧场就是学生要编写剧本 然后透过声音表情 演绎角色 那表达对文本的理解 而且展现个人的创意 那在观赏影片的过程中啊 也会引导学生去认识说 其实这个读者剧场 并不是只能一个人 一个人去讲 他可以也有很多人可以去 一起讲述一个对话这样子 那也会引导学生说 这个剧本的特色 跟原本的文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那基本上呢 就是读剧就是 基本上就是忠于原著 但是你在改变过程中是掌握主题和精神这样子 那也是一样需要有像小说的元素 然后也要剧情的这个分幕 情节的分幕 好 那在这个故事到剧本的改写呢 因为其实这个内容其实还蛮详尽的 那主要呢 我会分三个步骤 那里面详细的内容 我会建议老师看讲义 我也有提供一些学习单 还有一些 就是讲解的一个内容 那在这边呢 我会简单的提 就是提醒 就是在这边我简单的说解 就是说 一开始我会先请学生从故事 从文本一直到剧本的结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剧本结构中 必须要掌握就是你的诠释方向 以及人物的一个设计 然后最后呢 就是替自己的这个 每一个剧目设计一个场景 然后有一个命名 为自己的剧目去命名这样子 好 那一开始呢 我其实就是 因为上课时间 不能够花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就用以前所学过的 这个一杆秤子的情节 然后来告诉学生说 一般故事来讲呢 有分在情节 外部架构上面有分为六个情节 那这六个情节 我们把它简单一点 就是把它划分到三个剧目里面去 好那这个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在改写的过程中 你要决定你的诠释方向 就是你想要聚焦在哪一个人物 或者你想要展现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最主要在人物设计方面 要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故事的发展呢 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人物啊 随着他不断的去解决 他的障碍和困难的过程中 他其实心里是有所成长的 而这个成长呢 在这个小说里面 其实刚好就是一个V字形的架构 那V字形呢 就是如果以秦德参这个角色来看的话 他不断的遇到困难 和这个他不能够理解的地方 然后他非常的失忆 非常悲惨 可是最后他解决之后 他的他有一些他个人的成长 或他生活的意义这样子 好 那所以说剧本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你都设计好之后就很简单 就是请你们设计那个名称 然后场景蛮重要的 就是你要在哪个场景下这样子 所以学生在这一节课里面 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和学习单 好 那学生的作品 我觉得有一组做的其实还不错 虽然说未必未来的作品会念得很好 但是至少他在剧本的改写上面 也有比较符合我想要的 那譬如说他在第一幕里面 然后他就说幕名是相遇 那场景是江边 然后屈原在江边思考未来 然后遇见了余福 余福就邀请屈原上传 然后第二幕呢 就是在梦境里面 屈原梦见自己实践理想 可是却差点死去 那第三幕呢 就是坚持 屈原就理解到坚持是唯一的路 然后余福远去 好 那接着呢 就是声音体验啊 那这个部分我会 让看学生 让学生看 就是读者剧场 我们就是念就好 那怎么样念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演出 那啦 你刚刚不是才说 不敢再让我带孩子了吗 那是气话 你为什么要翻旧照 没错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没有资格教育孩子 要想教育孩子 我得先教育好我自己 这件事你帮不了我 我一定要为我自己努力 所以我决定要离开你 你做什么 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处境 我就得自立生活 因此我不能留在你的身边 那啦 那啦 我马上就走 好 影片我们就看个部分就好 那从这个影片里面呢 让学生就可以去了解说 其实在对白里面 有所谓的一种情绪的展现这样子 那情绪展现是透过什么样的元素啊 或是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它可以从声音的高低 从语调 从语速声量 从语气来作为变化这样子 那 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会先让 我会接着让学生来体验一下 同样一句话哦 不同的语调 不同的声音表现 其实会让人家感觉到不一样的情绪 或甚至是一个人的身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一般人 你好 鼻子王 很高兴认识你 好 这个是一般人的念法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董事长呢 你好 B姓王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位 就是如果是客服的话呢 你好 B姓王 很高兴认识你 好 好 那不同的 这个身份的人啊 就发现说 他展现出来的声音特质不太一样 像董事长 他声音就可能会比较沉稳 会比较压低 语速也比较慢一点 那客服呢 会展现他亲切的一个情感 所以他声音会比较高 比较清晰 这样子 语音也会比较拉长一些 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呢 让学生来了解说 其实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接下来就是 魏武营其实也有这个 把那个之前他们的活动 然后编写 改写成的剧本 变成一个电子书 那我会请找 我就找了一篇 就是比较简单的内容 比较短小的 让学生来阅读 然后并且呢 让他们来分析说 诶这样的角色 适合什么样的声音 那这个文本呢 它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清洁工 一个是高中生 那高中生 清洁工呢 他 他有一个高中生的儿子 不过这个儿子呢 已经离家出走很久了 好 那高中生 他是在公园里面 遇到这个清洁工 而这个高中生啊 他 他本身就是 在家里跟爸爸有了冲突 所以他现在很气愤这样子 好 那所以应该要怎么样表现呢 就是 这个高中生 他可能语速会比较快一点 比较天真 比较用中高音 那这个清洁工呢 他可能是比较 经过一些历练之后 他会比较成熟啊 然后就会劝劝 劝这个高中生 应该怎么想 所以他可能会比较 声音比较沉稳 比较低 好 那这一周的指派任务呢 就是希望同学呢 就他们刚刚这个 呃 编写的剧本 然后把它变成音档 变成音档 好 那我们来看我学生在 就是呃 剧本编写上面呢 呃 老师们可以看看 就是讲义的77页 那呃 有些组编写的还不错 那我这边我就展示 就是呃 学生的声音作品 既然大家都在泥地里打滚 全身脏兮兮的 你何不也在旁边 为什么要让自己沦落到这么憔悔 怎么可以叫我玩泥巴呢 这样不是同流合物吗 与其叫我跟那些小人同流合物 我不如干脆去死一死算了 你这样想不会太极端了吗 为什么要这么极端呢 与之前被小人无限 所以被犯罪 国家又即将灭亡 我已经没有活下去 好 那在我的学生的作品里面 虽然没有到尽善尽美 但是我觉得学生在比起 他一般念课文的时候 多了一些情感的表现 好 那下一周呢 就是做节目的制作 就是要做Podcast 那做这个Podcast 我觉得呢 就是因为我们老师的专业 国文老师专业 不是在做广播节目 那我觉得还是以国文老师的 专业为本位 那我最主要是 要让学生去学习 怎么样去提问 那怎么样去制作一个 比较深度的一个 有内容的一个节目 这样子 那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 介绍Podcast 其实这些老师都可以找到资料 什么是Podcast Podcast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老师们 其实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 可是我觉得 最难的其实是 就是引导学生 就是去设计一个访谈告 就是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问问题 然后怎么样问好的问题 然后怎么样 让这个访问的过程中很顺利 而且不会 内容不会干干的这样子 好 那 一开始呢 我还是会让学生先去设想 自己的主题是什么 那曼陀罗思考法 它其实是发散性的一个思维方式 那去发散很多主题 那这边我是逆向操作 我是 就是给他们几个这个概念 然后用这几个关键词呢 去收敛发想 说 你要聚焦在哪一个主题 那有一组就非常的认真 他就说 如果这些关键词里面 老师所提供的关键词里面 他们就发想一个主题 就是说 面对疫情 趋源和余辅当会不不不找的话 会怎么做 好 那节目也要请他们 就是决定角色啊 然后人物这样 那再来就是 节目制作里面要有深度 就是一定要问题意识 那问题意识就是 你对主题的深层了解 以及这个问题啊 它所产生的一个影响力 这样子 对听众的影响力这样子 那我会让学生去看 就是一些访谈的影片 那从这个访谈影片呢 去提问学生说 你觉得这个问题 他其实想问什么 然后访谈者呢 他的回答内容 其实想要让 其实想要让 听众或是观众知道什么 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金马五五的影片呢 他只有这个访问的内容 他没有提问 他没有显示问题 所以就让学生去猜说 他讲这一段话里面 他问了什么问题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让学生去想 回想之前我们学过的冰山理论 就是献云轩所说的 这个说话内容啊 他有触及到冰山理论的 哪一个层次 这样子 好 那也会带学生去了解说 访谈问题 其实就是尽量是要聚焦一点 而且啊 少问why的问句 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这句话 其实有一点主观的成分在 好像说你为什么这么 不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子 那尽量是让受访者 是轻松的状态之下 所以多问一些 比较开放性的问题 然后少一些why的句型 好 那我会给他们一些示范 老师们就参看 好 那在pacast的里面呢 我会给他们一个 就是 一个节目的结构 那希望他们按照这样的 发展模式呢 去制作节目 那请他们在课堂上 就是设计几个问题 然后大概写一个 就是访谈的稿子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学生的作品 哈喽大家好 我是LaLa 欢迎收听古文布置15篇 那今天我们首次 有嘉宾来到本节目 就让我们用最热烈 与最隆重的心情 来欢迎这位来宾 欢迎婉娱 嗨大家好 我是婉娱 谢谢婉娱愿意 接受我的邀请 来到我的podcast 其实呢 我和婉娱是高中同学 最近因为工作关系 又重新联络上她 刚好婉娱最近 也越来越有名耶 没有啦 就邀请她到我的节目 来一起聊聊 努力让你不无聊的 好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呢 不意外的就是经典古文 渔府啦 这个文章里 屈原和一位渔府 抱持着不同的观点 展开的激烈辩论 那我们就先读读看 改编过的渔府短剧 在改编和原版一样 屈原最后不愿意接受渔府的观点 他们两个游来游往的对话 经过白话改编之后 让人更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情绪 听完就立刻有读者的信寄过来了 在打开之前 我有个问题想问婉娱 在我看来 屈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观点 或者可以称之为原则 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坚强的信念 但是屈原不顺音世俗到最后 得到的却是头将死去的结局 所以婉娱你觉得到底是 屈原所想的坚持自身人则重要 还是渔府所想的 顺音大众理念会更好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看个人的主观意见 我认为对我来说 坚持自己的原则肯定会比较辛苦 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认同且支持你的想法 但是原则是对自己的要求 当你突破了自己的原则 就像失速的列车一样 随时可能会脱离轨道 成为被别人控制的棋子 进而迷失自我 所以我认为坚持自己的立场 保佑自己的原则更加重要 我很认同你刚刚说的 原则是对自己的要求 有的时候在做决定时 总是因为害怕得罪别人 或是不想当团体中最特别的 进而顺从他人 我想必要像虚言一样坚持自己 才是可以赢得他人的追随 与百年来的敬重吧 接下来 好 我们同学的节目制作 我们先看到这边 那我来看一下 我学生就是 在这个节目的制作 那我有给他们一个评量准则 那在Podcast的内容里面 就是有这个优良良好 上课 还有就几个标准这样子 那我会就是比较详细的去告诉他们说 不管是内容或者是音档的品质 你应该要具备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那接着 这一组呢 就是刚刚所看到的这一组 我觉得是做得比较完整的 然后声音品质也比较好 那我们看一下同学们的一个互评的表单 好 那我们看同学啊 就是 就是这一组呢 其实做得蛮不错的 那同学也蛮给予肯定的 像这个10分里面呢 就是有一半就给了10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5分这样子 那而且他们能够用音效来表现 那而且他们也蛮认同这一组呢 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 这个结合自身的议题 然后思考很深入这样子 同学是相当同意的 好 那再来呢 就是回馈表的部分啊 那在同学互评里面 虽然说这一组我觉得做得相对好很多 可是同学们给的还是蛮严苛的一个标准啊 觉得语速很快啊 无法吸收啊 这样子 然后甚至还说 发音咬字不够标准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互评呢 让同学们可以看到彼此的作品 那其实同学们对于自己的作品 或是听别人的作品都其实相当有感兴趣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好 最后呢 我来讲讲我的教学省思啊 就是 我觉得做这份教案 就是 我发现就是学生其实表现都比预期的还要好 那而且我也真的顺利帮助学生做一个 就是完善的学习成果 那在高三即将要进入大学之前 有学生就用这一份作业作为他的这个学习成果 然后上传到整选会这样子 那而且这个作品呢 其实也可以结合生活情境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 其实就是老实说是 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不断的要去挖掘 就是文本一些比较深层的内涵 然后还要带领学生就是深入前出 然后又再结合日常生活 那可是这些都加深了我对文本的理解 然后也自己成长和学习很多这样子 那我觉得 就是在这份教案里面 就是还有一些不及改进的内容 就是呢 我觉得落实冰山理论啊 其实并不容易 那因为密山理论本来就是一个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方式嘛 那我觉得在教案里面 其实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运用它 那感觉起来会比较前线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至少在日常生活中 让学生去体会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样貌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实作还有互评的内时间都比想象中还要久 然后再来就是为了要让作品达标 就是老师其实也额外花了蛮多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设计这个表现任务啊 Podcast的作业就是其实还是要扣合住 课文的文本嘛 可是我发现有些学生就是对文本没什么兴趣 所以作业的设定就会比较帮手帮脚 那我觉得老师们就是从这份这个教学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虽然说还有很多带改进的部分 不过确实有学到非常多这个成果 或是进步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就是第一个是学生有学到同理性 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周的一个主题啊 其实都可以在有所发挥 甚至它可以不是只有两节课的时间 然后其中所用的奥修学策略 其实都可以应用在其他的课文里面 然后甚至呢 就是可以再延伸发展成一个选修课 那第三个就是说作业的部分 确实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验收和修正 然后因为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所以我下次再做的时候会知道说 哪些部分要再更注意 然后有些部分就是可以就是更直接的告诉学生说 你应该就是要做到什么 然后最后呢我是觉得 其实访问一个人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活动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做一个真实人物的访问 好像蛮有蛮有趣的这样子 好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让学生做做这件事情 那以上就是我的教案发分享 那我觉得一首伟大师就是充满一个是永远洋溢着智慧与欢心的权 这是学来的文具这样子 那我觉得在这个文本或是教学里面 其实也是充满着智慧和欢心的权这样子 那我们不断的成长 那虽然过程中很辛苦 可是之后的成果是很甜美的 然后很值得的 以上就是我的发表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